Hello,大家好,我是Alison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套睡前放松瑜伽 首先,双膝跪地 我们进入猫牛室 我们在睡前做瑜伽的时候会更加的关注到我们的呼吸 吸气 呼气 尽量延长你的呼吸 吸气 呼气 我们拉长脊柱保持中立 然后通过肩膀 右肩查看我们的右脚跟 左肩 看左脚跟 再一次进入猫牛室 我们在做猫牛室的时候其实可以freestyle一下 就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可以将整个身体向左晃动 然后在呼气的时候从右边绕圈回到中立 好 根据自己的身体随时移动 我们现在将双膝打开 来到延长婴儿室 放慢呼吸 可以闭上眼睛 感觉大脑也放松了下来 将身体全身心地与大地或者是你心爱的垫子 也有可能是你心爱的垫子 也有可能是你的床铺 也有可能是你的床铺接触 感觉身体的放松与拉伸 忘记工作的紧张 与生活的日常 保持规律的深深吸气 再一次 全部将气息涂出来 吸气 呼气 感觉到大脑正在慢慢放松下来 现在你哪里也不需要去 只需要在垫子上 与我一同相处 这几分钟 为我们睡前深度地放松 做好准备 好 慢慢将身体开启 睁开眼睛 交叉脚踝 我们来到坐姿瑜伽 可以像我一样 整理一下袜子 我们来到简易做事 在这里 我也希望可以邀请到你 把眼睛轻轻地闭上 双手自然地垂落在膝部 我们再一次 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来 深深地吸气 身体向上提升 缓缓地呼气 感觉身体的下沉 与大脑的放松 继续 根据自己的呼吸规律 好 轻轻睁开眼睛 我们将双腿伸出 来到平躺式瑜伽 将双腿和双手 完全地拉伸 双手臂伸过头顶 可以感觉是伸了一个大大的揽腰 把身体彻底地拉伸 从这里开始 你就可以全程 轻轻闭上眼睛 只需要听着我的声音的指导 我们慢慢进入睡眠 或者进入最佳深度的放松 抬起右腿 双手 支撑右膝 将它靠近胸口 我们拉伸腿部与臀部 经过了一天的工作与生活与行走 现在可以放松一下 抬起头部 用鼻尖去靠近膝盖 我们全程保持规律的呼吸 好 现在来到我最喜欢的一个瑜伽提示 将右膝 跨过左腿 然后右手臂 伸出脖子 看向腿的反方向 单腿仰卧扭转 做这个提示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尽量保持伸直的手臂 是可以接近地面的 如果不能够完全贴合地面的话 保持呼吸均匀 感受脊柱的扭转 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深度放松的瑜伽提示 好 我们将右膝 轻轻地放回原地 这一次 来到左侧 将左膝抬起 双手 将它轻轻 向胸口拉伸 鼻尖 靠近膝盖 仍然可以闭上眼睛 好 现在将左腿 压到身体的另一侧 左手臂 伸直 脖子 向左部扭转 再一次来到 单腿扭转式 我们可以借助右手 轻轻地 扶在右膝上 仍然尽量保持 左部肩膀 与垫子的贴合 保持均匀地呼吸 身体 正在 彻底地放松下来 气气 呼气 在这里 就可以感觉到 自己的思绪 是沉淀了下来 还是 在疯狂地跳跃呢 都没有关系 你现在 正在为你的身体 与大脑 做出 放松的选择 好的 轻轻地 将左膝 回到原位 可以向 胸部轻轻地拉伸 也可以扭转一下 自己的脚踝 放松 现在我们将右腿 也提到胸前来 用鼻尖 轻轻地靠近 膝盖 不管 靠在哪个位置 在你最舒服的位置 放松 把自己卷成一个 小圆圈 好 将头部 平放在地面 继续用双手支撑 放松 放松我们的 臀部 你也可以扭动 双脚 放松脚踝 双手 可以来到 双腿的外侧 我们进入快乐宝贝室 进入深度的放松 在快乐宝贝室 可以保持 静态的拉伸 或者 可以向左 向右 轻轻地摆动 按摩脊柱 如果可以 双腿 可以尽量伸直 当然 也可以停留在 你最舒服的位置 我很喜欢瑜伽 常常给我们 带来一些 非常接近 儿童时代的 体式 我们不仅 更加接近大地 也更加接近自己 好 我们现在从快乐婴儿室 回到中立位 抱住双膝 向左 向右 轻轻摇摆 将双脚 放在垫子上 然后左右腰摆 彻底放松 脊柱 带来扭转 现在 左腿伸出 右腿伸直 我们来到 Shavasana 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体式 大休息术 在大休息术 彻底放松 淡了呼吸 放松我们的眉毛 闭上眼睛 放松我们的法丝 你感觉到 每一颗头发 都在放松 放松眉毛 放松 额头之间的皮肤 鼻子 双唇 放松牙齿 放松全身 好 在你准备好的时候 可以睁开眼睛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床铺上 那请进入睡眠吧 如果你对冥想也感兴趣 可以关注公众号 新awake 回复冥想课 既可以收到 我做的一系列 引导式冥想 期待很快运 再见哦 Oshari-san Namast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